这个词语它的意思非常的简单 就光是看到它的看到这一个词语行住 能不能够想象它是什么意思 剪草坪 还有下一个送报 送报就是送报纸 能够明白吗 这两个词语的意思 剪草坪送报纸 不太明白了 我们就待会儿也来一起看一下它到底是什么意思 第二个 对建议这个词语行住 有没有听过呢 听过对吗 这个词 对就是非常在日常生活中都会用到的词语 最后一个 对这一个词语也是我们经常会用到的 对不对 我认为怎么样 你认为怎么样 这个词语也很简单 对 然后我们来就来看到第一个 第一个词语 暑假 暑假 对暑假 很好 那么暑是什么意思呀 我们这里讲的 对 对它就是暑假的意思 对它就是暑的意思 那么暑它是和这个字 新竹认识吗 这个我们刚刚讲的暑假 还有一个什么假 寒 寒假对吗 寒假对 对 对这个字就是寒假的寒 那么新竹觉得 暑是跟寒相对的 那么暑和寒是一对反义词还是近义词呢 反义词 对它们是一对反义词 那么寒它是什么意思啊 暑 对它的意思就是冷 但是这两个字 它们经常会成为一个词语出现 是什么 这两个字 它们经常都会组成一个词语出现 寒冷 对不对 寒冷 对就是寒冷呀 寒冷 对寒冷 对很好 那么假 就一个假是什么意思啊 假期 对 假期 对 新竹因为之前我们学的新奇极 你新竹读的这个字都读的起 对不对 对 读的二声 假期 新奇极 但是就是在中国 嗯 这一个字我们都都是读的 七 就是新奇极 新奇极 但是新竹你们学习的时候要学起 可能是为了你们发音更 更加方便一些 可能就读的起 假期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里 什么时候放暑假呢 新竹什么时候放暑假呀 每年的7月到8点 对 放假放多久 一个月啊 放一个月吗 暑假是放一个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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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暑假是放两个月 暑假是放两个月这里有对不对 这里有 对 那么我们几月份放寒假 嗯 6月 6月放寒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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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1月 先说要要听清楚我的问题哦 我问的是我们几月份放寒假 7月份放寒假 7月 7月 8月 8月 9月 9月 新著有在看屏幕吗 amplination 我们几月份放寒假 produto 一月 对不对 我们这里有1月 对 对 我们寒假放假放多久呀 雪业 放一个月左右对吗 对 对 很棒 这样 再来读两遍这一个词语 暑假 那么跟暑假相对的是什么假 跟暑假就是可以理解为暑假的反义词 跟暑假相对的一个假期叫什么假 对叫做寒假对吗 对寒假 对很好 下一个词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心情 对心情 对就是心情 中文的解释呢就是说感情状态 就是你现在的感情状态是什么样的 就是心情 简单的理解为就是 开心的心情 难过的心情 你生气这些都属于你的心情 还有还有一个伤心对不对 开心难过生气伤心 那么有一点不同的是我们对话里面的心情并不是说他是开心或者难过生气 先出来读一下我们对话里面的这一句秘句 最近男子 是哪有心情想其他的事 对很好读得很棒 那么这里他说哪有心情对不对 对哪有是新主觉得他有还是没有呀 他说哪有心情想其他的事 是他有心情想其他的事还是没有心情想其他的事 没有 对就是没有的意思 先说这一点理解的很好 就是他没有心情想其他的事 没有心情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他没有心 他全心全意 一心都在准备考试 他没有心情 没有时间再去想其他的事情 能够理解心情在这里的意思了吗 能够理解 对很好 下一个是新主刚刚说 看到就不知道他的意思 浪费 对浪费 浪费 对浪费 新主来读一下浪费的意思 自己读一下理解一下 看新主能不能够理解浪费的意思 对这一个是某某某某一样东西 就是某一样就是 对 这个读一下就读到什么 使用 使用就是用 就是用 对就是用 使用 对 使用 乱用 对就是他对某一样东西 他使用的不当 使用的不合适 他乱用某一样东西 能够理解吗 他乱用某一样东西 就是浪费 明白了吗 明白了 对 例如我们下面有很多 第一个是什么 浪费水 对浪费水 就是他 浪用水 对水的使用 不恰当 不合适 对不对 对 浪费钱 对浪费 三个 浪费 浪费 对 谢谢大家